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玉东 近期美国派出了不同的代表团来访问各个国家 其中有一个所谓非官方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 代表团里边的有一个成员 还是现在拜登总统的一个老朋友 70多岁了 台湾当局对非官方的代表团这次访问 岛内有些人是异常的兴奋 为什么说他异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团的成员里边 因为有一个人是拜登总统的朋友 你想想拜登总统他是美国的现任总统 而他的朋友又是70多岁 和拜登总统的交情应该说比较深 然后他就认为这个身份不一般 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访问台湾 这是对台湾当局的一种支持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 不管你这个人跟拜登总统的交情多深 但他毕竟不是官员 就是他没有官衔 我们说不管你是73岁还是37岁 关键在于你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也就是你的头衔是什么 你如果就是他的一个朋友 那这个不是一个官衔啊 所以这只能是他和拜登总统的关系 密切只能是这样理解 但是台湾当局呢 他就大肆的渲染这件事情 而美国的这个官方呢 在这个事情上呢 也做了一些说明 他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不做假设 因为在记者倒带会上 他就说 有人就说啊 这个对台湾是怎么怎么样 他说我们不做这种假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说美国支持台湾啊 就是他的安全 或者是所谓啊 他的整个的啊 这种位置啊 就在国际上的这种位置 因为他毕竟是个地区嘛 那么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说台湾人必须要走在第一线 就是一旦发生这种冲突 或者是事情的时候 美国讲的非常明确 台湾人要站在前面 不是美国人给你当挡箭牌 而是你台湾人要走在最前面 你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 实际上呢 这件事呢 也就是把美国的态度 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就是美国虽然对台湾当局 现在是有一种啊 这种明理暗理的支持吧 那真正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 还要靠台湾人啊 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不会给他出兵 或者给他当挡箭牌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们大家必须引起注意 也就是这个在特朗普时期呢 实际上是向台湾出售了大量的军火的 那么这次呢 很有可能这个代表团也会谈及这个事情 因为有一笔军火呢 就是向台湾出售这种榴弹炮 还有相关的这个精确制导的这个炮弹 当然这个炮弹还不完全是美国制的 是一个西方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制的 他因为他还要他对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问题 他还要掂量掂量 就是卖这种炮弹 制造精确制造炮弹 会不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 所以这个呢都是这个代表团很有可能和台湾当局谈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讲无论你是向台湾当局出售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啊 不管他的先进程度如何数量如何 他都是违反啊一个中国原则的 他都是违反中美啊这个联合公报 所以我们要对这件事情引起警觉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台湾当局啊 买了一些新的榴弹炮 买了这个就是远程的啊 这些炸弹或者是这些炮弹以后 就会在军事能力上有大幅度的提高 这个是不现实的啊 他还是想写扬自重 还是想依赖美国啊 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啊 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啊 就是以这种谋独或者是写扬自重啊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次美国的非官方代表团啊 他所给台湾真正能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关于这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